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主题单元的时候了 那么因为新春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是 十二星座 人生路上的贵人星座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开阔的心 人人都可以是我们的贵人 不过的确在很多时刻 关键时刻你会发现 有些人呢 就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不管有形无形的 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聊一下 因为真正的贵人 我们其实要看更详细的命盘了 那我今天要从两个方向来跟大家聊这个贵人 第一个方向就是太阳星座 太阳星座就是大家熟知的 你是几月几日生啊 你就是什么星座这个部分 那么太阳星座呢 它展现我们一个活力 所以如果你希望找到有人能够让你有活力有信心 甚至呢能够帮助你在临门一角的时候成功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有没有人的木星星座跟我们是这个太阳星座是相同元素的 所谓就是元素就是崩火水土 那你会说老师这个我不知道对方的木星星座啊 没有错一般来讲我们要先知道对方的生日然后才去查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这一个方法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聊生肖对吧 所以呢如果你是太阳在火象的族群白羊狮子射手 那么通常对方呢他如果木星要在白羊狮子射手的话 他很容易是属兔的属羊的还有呢这个属猪的 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聊到你什么生肖啊 然后就大概知道之后 你就可以稍微稍微知道对方是不是有可能给予你一个帮助了 举个例子比方说呢你的太阳是在白羊狮子跟射手 那么如果对方的木星星座也在白羊狮子跟射手 那他就是会给予你这样大的信心或鼓励甚至有形的资源 那再来呢如果你太阳是金牛啊处女啊摩羯这个土象星座朋友 那你就会希望对方的木星是在土象就是金牛啊处女啊摩羯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生肖比方说属老鼠的啊属龙的啊还有这个什么属猴的啊 你看今年是这个龙年那前半段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木星在什么金牛座对不对 所以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个助力 那如果你是太阳在风向星座的朋友 比方说双子天秤水平座 那么对方如果他的木星呢就在双子天秤跟水平对你常常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你会觉得好像有想到什么就是对方也会给你一些资源 那通常木星在风向星座的人呢很容易啊是属什么的呢 属蛇的属鸡的啊或者呢这个属牛的 所以其实这个在聊天里面自然很容易就带到你知道吗就很很简单啊 那如果你是太阳在水象星座的族群包括了巨蟹天蝎还有双鱼座朋友 那你的这个贵人就是木星要在水象星座包括了属马属虎属狗的 所以我觉得了那个很简单的判别就是在我们聊天聊星座的时候 有的时候带一点点生肖那聊到之后你再回去查对方的这个生日啊 我觉得你更可以这个二度的确认所以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个人能不能给予我加持我的能量自信或者是荣耀 那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方法可能是詹姻小白有一点难的就是 你要先上网去Google一下去查一下你的上身星座 查完你的上身星座之后呢你就开始会有一些感觉了 因为上身星座需要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时间跟地点嘛 所以稍微要准备一下 那我们很喜欢这个有人他的太阳或是木星跟我们的上身星座一样 或是跟我们的天底事业宫是一样的 那当然也可以再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宫和福德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对方的太阳星座跟我们的上身是一样的 他会照亮我们的方向 就好像他的阳光照进来 给我们一个支持 你做的是对的你要往那个方向走 那如果他的太阳跟我们的天底事业宫是一样的 那他可能就会在我们的事业上面给予我们的鼓励 然后叫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那里 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贵人就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向上走的嘛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的朋友 你当然可以参考其他的工位 那除了太阳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对方的木星 太阳是照亮我们的人生方向给予我们的信心 木星往往带有一种乐观的一种气氛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资源有关 什么叫资源 比方说对方如果木星掉入你的事业宫你要创业了 他可能出资或者是他可能找朋友来投资你 木星他有一种跟钱跟人脉跟资源有关的 所以你就要去注意看看他的木星星座跟他的太阳星座 我们来一一来聊一下 让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 当然你还是要去看你的本身的这个命盘啦 比方说上升在白羊座的朋友 那你就是要看对方的太阳跟木星 有没有在白羊座或是这个摩羯座或水瓶座 好像今年水瓶座运势有一个新的开启 也许这样朋友就会帮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上升呢在金牛座朋友 那你就要看看对方的太阳或木星 是不是在金牛座 或者是水瓶座或是双鱼座 那他有可能给予你新的提升 那么上升在双子座朋友 你就可以看看有没有人太阳或木星在双子座或双鱼座 他给予你很大的帮助 或者是提醒你要往上走 那当然因为今年呢 这两个星座本身就比较容易有一些新的挑战 所以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参考看看有没有人的太阳 或是木星在白羊座 或者是水瓶座 我觉得一样可以给予你一些新的想法 再来是上升 如果你在巨蟹座朋友 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人的太阳或木星在巨蟹 在白羊 一样会给予你很大的提升 那基本上你今年的运气蛮好的啦 甚至对方的太阳或木星在金牛座 也有一个强强联手加成的效果 如果你的上升是在试座朋友 那你就会喜欢太阳跟木星星座是在狮子或金牛 那下半年也许还有这个双子座 会给予你新的提升新的眼界新的资源 上升如果呢是在处女座朋友 你就会看看他的太阳跟木星 是不是在处女啊在双子啊 那金牛也可以参考一下 他在今年对你特别有帮助 再来呢上升如果在天秤座的朋友 那如果有人的太阳木星在天秤 在这个巨蟹或在狮子 那么他在今年也会给予你很大的帮助 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拿出你的这个Facebook啊 或是很多的这个联络方式 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我讲到木星 你当然也可以对应到生效了 那再来上升如果是在天蝎座朋友 你的这个太阳或木星在天蝎啦 在士座啦 或是巨蟹座朋友 在今年会给予你很大的帮助 上升在射手座朋友 那你就要去注意 有没有太阳或木星在射手 或者是在处女 那当然士座有些参考 他能够在今年给予你一些帮助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轮摩羯座朋友 你就非常非常适合去找太阳或木星在 这个天蝎座或是天蝎座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上升在这个水瓶座 那你就可以看太阳木星 是不是有在水瓶啦 在天蝎啦 或者是说在天蝎啦 这些族群他可能会给予你不一样的想法 最后呢是双鱼座 你上升在双鱼 那你就可以看看有没有太阳或木星在双鱼 在射手 当摩羯也很不错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参考啦 对于詹姻小白来讲 特别容易马上去对应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学过的朋友 你就可以去看你所理解的 这些幸运的心掉到什么样的宫位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呢 除了找到我们的贵人以外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自己要愿意成为别人的贵人 有的时候呢 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来一个有形无形的一个善的循环 它传出去 可能呢为你种下一个非常好的种子 所以呢非常希望大家呢在2024年 不但呢能够透过我们的介绍 开始注意到你的贵人 也可以从现在开始 厚集你的实力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贵人 那么我相信在你的人生旅途上 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下个月再见